灰色车身搭配帅气围翼 驰骋在马路上还出动空拍机 一辆辆跑车红的黄的 再来一辆淡蓝色 车友们聚在一块 难掩兴奋情绪 门打开往上拉起来 左右边也都打开 实在超有气势 这是在宜兰头城滨海公路旁 超跑车友们的车距 现场聚集超过20辆跑车 包括法拉利 麦拉伦 兰宝坚尼 每台车平均价格一两千万 从南港我们公司 然后出发到头城 一天的时间 以往参加的话 大概都车友大概都会有多少 大概其实大概都会在 40多位 那今天有将近50位 刚刚有人用完餐已经先离开 因为有事先离开 因为大家都是大老板 实在太忙了啦 好不容易抽了空 相约聚在一起 以车会友 不过民众在选择超跑时 其实不一定会购买全新的 因为想买不见得马上买得到 甚至还要排队 全新超跑车款从下定到真的开回家 时间最长恐怕得等到两年 而这也让中古车市场逐年成长 价格跟新车差距不大 不过近期受到景气影响 车友表示中古跑车的市场交易 确实有变得比较冷淡一点 价格也稍微下降 二手的会比较 比较快 比较快 看终于马上就可以买了 而且都还很新的 最近有下降的一些 为什么 因为怎么讲 车也多了 第二个体积也不平 奶气稍微差一点 所以二手加了价 超跑市场行情 虽然跟天气一样 稍微变得有点冷 但车友想要享受超跑奔驰快感 以车会友的心 却是热情如火 TV新闻 检查成杨琪宜兰采访报导